HELLO 大家好,我是飛俊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 AirDrawler 36 AirDrawler 36 好像多了一些資訊 也和大家一起通過 其實 34 和 35 呢 35 我也不算試了很多 34 的時候就再試得更多 其實 34 對我來說 已經足弓位有點痛苦 35 的足弓位好像更加難受 所以整件事很難試 其實在 34 和 35 的總結 其實每次的 Low 塊會軟一點 每次 Low 塊會正型一點 High 塊會比較辛苦 不知道在 36 的正袋會不會有同一個問題 今次 36 的正袋會以 Light 為主題 它是以輕量化為主題 你會看到其實這次的設定 都幾多元新的東西 也不知是否新 某程度上是新的 concept 它有一個叫做 我都和大家考慮一下 這個你見到 Camu 也有兩個不同的 這個 New 式 關於這件事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這兩個 New 式是怎樣看這件事 因為有樺身的橫切面圖 你很容易看得清楚 它主要是這個 Zoom Shower Board 加一個前掌的 stack zoom Fall Foot Zoom 前掌又是 Double Stack 也是依其輕的 後掌都是只有一塊 就是用整個 Full Link 的時候就做 中間就叫了一個 Responsive 的 Foam 包著 Zoom 也有一個 Plague 中間 Eclipse 3.0 即是 2.0 、3.0 、4.0 這樣 它旁邊有一些 Stabilizer 這樣的條 在做一個支撐 整體來說設定都是一袋一袋推現上去 小改小改 即是 1.0 、2.0 、3.0 這樣 鞋底的部分 也有些紋 也是用 Hairpone Pattern 其實都是沿著上兩袋差不多的東西 我相信它覺得 Traction Pattern 他們覺得OK 我只以覺得 Traction Pattern 是否實際上非常頂尖 在這個 Pattern 加上膠料來說 Joran 34 5 系列我覺得OK 未知它有非常頂尖的感覺 但是去到 36 還用 我就真的不知道 可能它覺得很棒 其實今次最主要是改變了鞋面方面 還有Nino Weave 的材質 還要比曾經號稱非常輕量化的 34 的鞋面 所以它這次的物料在造工方面 應該是特別有高級、有透視感 你一枝 Nike 最喜歡玩這些 你真的不知道是否真的見到 它這次就說這種物料會非常輕身 穿起來的舒適感你真的不知道 但它就是那些縱向橫向 都是一些 Multi Directional 的 Fly Knee 的物料 製造新的物料 纖維布 它就說在球場上的肩膠 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知道 但其實Joran 的系列 通常的肩膠都定義為 400 克左右 所以不知道它這次真的去到 實際可能是 9 號本鞋 可以去到 400 克左右 因為 Zoom Unit 本身都是挺重的 通常重起來都不是重的鞋面 以及鞋底 原本這個中間扭空的設計 已經是為重量減輕了一點 但其實有一定的抗扭片 有一定的氣墊 這些東西其實根本就是有固定重量 你太輕就很早踩扁 所以這也不是一個特別 可以減到它多很多 最重要的是 其實今代Joran 的樣子 我覺得就很靠配色去配搭 正如我之前可能和大家在視頻都說過 其實它的顏色來說 例如說有 Tatum 很多款式的人的顏色 我覺得就真是一般的 DON 77 都是一般的 最美的就好像真的是這款白金色 所以白金色好像現在說什麼 我看到開箱門說韓國有貨 我沒有什麼理會如何入手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白金色都像是非常吸引的一款顏色 其實這個也是再解釋剛才所說的 你會看到這個Responsive Foam Zoom Throber Board 前掌Zoom Stabilizer Wings 都是做給你看看的 但其實這款你會看到 有六隻戒指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等 其實代代都有這些 叫做Signature的東西 你說致敬也好 款式也好 但實際上它這個Stabilizer Wing 它叫做Eclipse Plate 3.0 裏面 會不會是一個 除了在裝飾上有實際的效果 這就真的會令人有試了才知道的情況 因為我相信它改良了那麼多次之下 它應該是沒有那麼硬和沒有那麼高的 再加上它其實已經加了那麼多 這些旁邊的一些加固 所以它也不需要做到那麼硬 在這一個就會有一個展示圖 讓我看得清楚 這個Nino Width的設定是怎樣 就是兩隻一橫 其實它整件事就是兩隻一橫的紋 你看到兩條右一條粗橫 我想是這樣吧 看到它的樣子的設計就可能是跟之前的Multi Directional 可能是一絲絲的 它這個就叫做綁得密一點 整塊布只是用這個就不用其他布料夾住它的設計 透氣度應該一定足夠 在這樣的物料也不足夠就死了 但是你說這些工藝究竟在用的內用性來講 或者那個拉力 實際是不是每個方向的拉力都夠用呢 我真的覺得一時時的 Nike 每一次出新的物料 其實開頭都是差一點 所以如果純粹覺得在買新的角度來說 你覺得這隻一定很棒 我就會覺得有少許保留 未必一定可以 所以不是後來改了那麼多錢物料 但是當然有新的試新的玩 大家都是開心的 這個也是真的 但是就不要想著落重柱 每次的排面都很厲害 你就會說這隻一定很棒 你看到 就算你看一下 Captain 也說過他的GT Run 其實我看見他的樣子都會比較紮紮的 即是他那些充滿著科技 即是搭在一起 即是拿你命三千的做法 其實Nike 這排 我覺得真的一得對對 真的做得嘛 不是說對對 這樣叫做無限重疊科技 反而這個KD系列 還反而是偏向實戰型 其他那些搭得多 就不是真的去到他 你所想像中那麼理想 所以三十六代又重新 即是一個叫做頂級系列的鋪排 會不會炒粉呢 我覺得未至於 因為三十四、三十五都是根機 三十四、三十五的性能 都是OK的 又未知會炒粉 但是你說 是不是去到一個非常新的層次呢 這個也值得大家想一想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譬如尤其是在哪些位置 我自己會有些兜負的地方 就是這些前掌 Zoom 這些按鈕的位置 其實我就算偏前 就像PG1 和PG2 的按鈕 都會覺得是突然間有些轉移 有些怪之後 其實三十四那些 你都會覺得是Dubbreak 的位置 會得不太好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又是重新做這個正宗的按鈕 即是撞到按鈕的方法 我就不是非常之敗 雖然你可能踏下去 有時都去到某程度上 都未知超過的 但是如果真的衝前Dubbreak 真的有些位置 好像自己無緣無故的車失控 飛出去沒有Grip 其實很多的程度上 都跟一個按鈕 所以如果大家打起波時 尤其是穿這些PG1、2A Joran 34、36 可能有個按鈕 你要留意一下 會否突然Dubbreak 有些古怪的東西 你就要小心 因為純粹外觀 各方面的細節位置 就沒得頂 雖然樣子的設計 未必很英俊 但是配色加上其他古怪 靈性怪的東西 都叫做誠意滿滿 所以每一袋都會有辦法吸引 你的荷包打開 這個是不是其中一款 還是荷包打開的一款 我相信對不少人都會是 我都密切留意下 是怎樣入手的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裏 留言告訴我 下面留言 subscribe 分享我的頻道 按下這裏 分享給我 分享吧 Bye Bye